一切有違法如夢幻泡影 就是我們的歷史觀或者是已經發生的事情 我們該去怎麼看待 差不多是在七、八年前開始構思這個系列的作品 如果您在Google上搜的話 Bubble Game其實是泡泡龍遊戲 它是一個不斷地生成不斷地消解 不斷地生成不斷地消解的一個過程 如果我們仔細看世界史 包括中國史也是很類似的一個過程 找到博物館的一些照片資料的基礎上 進行加工改造 我想都是我在河北的曲洋 中國的雕塑之鄉跟手工藝人合作做出來的 它們不是文物 但是它們的質感是接近文物的 玻璃的這部分 就根據每個十項不同的造型 去給它進行一些有趣的修復 因為籌備這次展覽 我的大多數作品是在景格鎮完成的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件黑色的作品 它是僅存於南北朝時期一個非常典型的形象 在我們的歷史中 南北朝時期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混亂融合 從傘到巨在不斷地生長毀滅的過程中 徹底融入中國文化 變成中國文化重要的一部分的一個過程 我個人認為還是對今天非常有作用的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我們找到了一段北魏時期的名文 我趁機把自己加入到這段歷史中去篡改了一下這個名文 在延續《Bubble Game》的基礎之上 最新創作了一套關於呼與吸的作品 我們都說吹制玻璃 都是一直都有一個吹的過程 既然有呼就要有吸 要通過這個過程我們去擺一個有形的東西 從過吹到極致和通過吸到極致變成一個無形的東西 經過這三年的事情 可能大家更感覺到呼與吸 在今天是一件很珍貴的事情 整個展覽空間我想給觀眾的感受 就是讓觀眾在一個泡泡的叢林裡去散步 進行愉悅的散步的同時 通過看到我這種相對誇張或者是創造性修復歷史的行為 去思考我們如何面對今天和明天 去思考我們 我們下等了 我們下請教我 到靠近近等 我們下請抵達 來看一下 感谢观看